中华电脑学会于6月19日星期六上午10点到下午1点30分 以云端运算为主题 在洛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举办研讨会 云端运算为本年资讯产业的热门话题 它被视为续Web 2.0之后 下一波科技产业的重要商机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中华电脑学会前理事长 陈君毅博士 CSULA 严松教授 IBM首席工程师 楼群等分别担任主讲人 中华电脑学会会长陈忠表示 中华电脑学会的会长陈忠 今天我们主办了Cloud Computing 所谓中文就是云端预算科技研讨会 Cloud Computing Seminar 或者是Foom 主要的目的呢 我们希望借着云端预算的科技研讨会 让一般的个人还有企业 还有我们的会员 还有很多的Public Professional 了解到云端预算科技的基本的架构 还有它的应用 以及它怎么样对个人还有企业的影响 成为一个很好的交流的一个平台 也让就说参加的这个Professional 还有一些学者 还有一些专家们呢 给我们一些很好的knowledge 这是我们今天所主办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目的 那电脑学会呢 过去办过很多这个演讲会 还有办过很多大型的年会 也与科技社团呢 我们一起合作过 和大家在咨询方面的发展呢 我们一起向前推动 一起努力 那云端科技呢 是借着Web 2.0之后呢 新一波资讯科技的发展 我们知道在70年代 我们有Manframe 在80年代我们有PC 90年代 Internet的兴起 到现在的这个Internet的成熟 云端预算科技 也就这个兴起而生了 所谓这个云端效益呢 就是在这个Internet里呢 它可以提供个人和企业 所谓service 还有在软体 硬体 还有network 还有storage方面呢 它都提供最佳